来自DHA的一首流行曲叫做《银河修理员》 里面有一句就是祝你乱留下平安 这个我都送给所有关心快必 关心我们有听最快消息的朋友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有听最快消息 无论是直播还是重温 都给了很多意见我们 以及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说话 先说一声不好意思 我的节目的声量和声音 有时不是很稳定 好像昨晚有朋友向我反映说很细声 因为我最近的咪器不是很靓 即是失灵 无线咪器就拿了去整 已经是第三次拿去维修 即是买了几个月 现在正在用一个波波咪 你平时看萧生的节目 他也是用波波咪的 但是有时波波咪又失灵 就要靠iPhone的机头咪收 那些声音就会差一点 我是知道的 但是差一点都是听到的 声音质素虽然都重要 但是如果听到 那大家就一次半次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是平安夜 就是快必的家人去到荔枝国修法所去探讨他 今天已经是快必在荔枝国修法所第107日 这几天我们也是安排他的家人去探快必 每逢佳节陪私亲 那不能够和家人一起去过平安夜 过聖诞节 那在收压所里面 有15分钟相聚的时间 都聊性于无 家人翻出来的报告 都说快必是精精神神 虽然佳节未能够 家人去场伴左右 但是大家都很坚定 很坚强 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伤感 家人说给快必知道 纪念近期情况都稳定 也有去复诊 去做针灸 身体状况都OK 所以叫快必就不要担心 快必现在就在收压所里面 他有收音机听 所以他的新闻也很更新 有时更新 我们有时 一个多两个钟不开电话 已经很多事情发生 他差不多全天都听着收音机 所以他都完全知道 肥佬黎的最新情况 对于黎智英可以保释 快必当然是感觉高兴 但是他就说 保释条件实在是很辣 是跟软禁差不多 根本就完全不合理 当然 大家都会同意 保释条件是非常辣 是史上最辣 一千万的保释金 完全不可以离开家 除了去报道和认讯上庭之外 而且是不可以发表任何东西 接受访问不行 上电视 上收音机 上网 发表任何东西 发表任何东西 都不行 这个 是比 在坐牢 坐牢的人 都可以写信 都可以 跟他 去探论他的人 去聊天 记者去探论他 他就可以做访问 但是 现在黎智英的保释条件 是这些完全不行 那么 快必就说 根本完全不合理 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清楚一点 就是 这些保释条件 不是控方 就是不是律政司提出的 律政司是反对黎智英保释的 到今天 都是强烈反对 一会儿我会说 现在他还要紧急开庭 是上诉到终审法院 想推翻黎智英的保释 这个保释条件 也不是法官提出的 是黎智英 他的代表律师 向法庭提出的 即是说 这些条件 是 他的律师和黎智英 是谈出来的 当然 为什么要谈到一些 这么辣 这么无理的条件 我打个比喻 大家就明白了 就好像一个人被人绑了票 对方就不告诉你 负金要多少钱 就叫你自己开架 接着你开架 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你是很想救那个人 你当然 就是尽你的最大能力 开到那个架 是最高 就是所谓天价 天价 这个当然 罪魁祸首是绑架 不应该绑架 不应该 无告黎智英 或者不应该 用一些 这样的罪名 是 令到他不能保释 但是去到这个保释程序 上到法庭 其实 是他的律师 他的代表律师 的一些策略 就是 用到最最最最 不开的保释条件 令到 控方 其实 说的任何理由 都辩驳不了 法官 也很难 不让 黎智英去保释 所以 这个是 他们自己的选择 当然 今时今日 要 自己出一个天价 负金 去负自己 这是一个很荒谬 是不合理的 但是 我想说的就是 当大家在批评 保释条件太严苛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保释条件 是一个开架 是黎智英自己 开的架 快必说 他有听 何俊仁在电台 说 黎智英今次可以保释 何俊仁就 说了 对他证明 香港的法治还未死 快必就 不敢狡同 这句话 我也不认同 香港的法治未死 是因为黎智英可以保释 或者他 是不是还有机会 我们经常说 当你是靠运气 抽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官 正常的官 的时候 已经证明了 法治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 幸好 你就有得保释 不幸 你就没有得保释 快必认为 其实关键是 今天的法官 有什么来自政府的压力 就是政府 有没有给到压力 如果越少的压力 审讯过程 自然就较为独立 公平 和公正 我昨晚都说 我不批评 或者不去猜测 究竟 政府有没有给压力的法官 我立刻 法官究竟是 真是很公正言明 包青天 这样 就去判黎智英可以保释 还是 根本的事情 背后 有人感觉到压力 而在这个位置 松一松张 让黎智英回家 这个我们是不会知道的 但是 这个 这个 保释条件 我再说一次 这个条件 是黎智英自己提出的 当然 有人就说 哇 这个是通货膨胀 以后的保释 就越来越辣 这个可以说是 当 你看到很多人都不能够保释 而你又很想去保释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提出 一些 很严慌的保释条件 希望说服到法官 说服到控方 是让你去保释 对于黎智英一个73岁的人 他可能要2022年才能够 才能够 才能够排到期正式开審 所以他愿意去 守这些 这么严苛的保释条件 我昨晚也说过 那怎么严苛都好 始终在家里坐 就算你说家里等于坐牢 都好过 在荔枝角坐 这个没得 不用争辩 当然 最大的分别就是表达 FREEDOM OF EXPRESSION 表达自由 是完全被扼杀的 那你说保释条件 是不是最辣呢 也未到最辣 如果更辣 其实可以 按闭路电视的家 24小时监视 还有 我听一些法律界的朋友说 这个 黎智英这个法官 李运腾 就是很喜欢 批准一些很辣的保释条件 就是说如果你遇到 李运腾你想 想保释到 你开到有那么辣 得那么辣 他就很大机会 给你去保释 他曾经在他的案件上面 是试过开什么保释条件呢 是开 我现在要报导 一个星期一次去警署报导 他是曾经 就是有人开过一个 保释条件 是一日去报导两次 一个星期报导十四次 那你说 有些少少荒谬 就是其实 你不用上班 不用做 不用上学 你早上又去报导 晚上又去报导 那 觉得是很离谱 甚至觉得很多余 但是没有 这个也是 那个想保释的人 去说服法官 去显示我的诚意 下次报导三次就可以了 早五晚都报导 报导到警网 又是你 除了睡觉在家 就是去报导 去警网也坐好吗 就是 坐半天 晚上回家睡 那样 就是开更严格的保释条件 所以这个也是 影响到快必 未来做的保释的情况 那 这两天也有很多朋友 传短信给我 就说 那黎生现在补到啦 肥佬黎 快必会不会 要保释啊 那我昨晚也回答了 快必当然是现在 是跟他的律师团队呢 是 研究中 就是再去高院呢 是 申请这个上诉保释 当然呢 要申请这次保释呢 可能都要学啊 黎智英那样呢 是自己 加很多锁链啊 想起来 去绑住自己 其实过去呢 我们也有考虑过 就是 自己提出一些保释条件 譬如是 不开街站啦 因为你说他一出去会再犯嘛 譬如是 连网台节目都不做啦 这样 但是那时候的考虑呢 有意见就觉得 你自己开了这些保释条件出来 如果他都不批你呢 就是 意思是 你贵 叫他贵 贵了 自己去 限制自己的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但是对方都不批你的时候 就很仰臭啦 那样 但是今时今日 我想 仰臭不仰臭的因素 就不是 最大的考虑 就是 如果 大家是觉得快必 现在是不公义的 这个文字獄 要去到 審的时候 要坐9个月不公义的 那是不是值得去 自己提出 一些保释条件 去尝试一下 他可不可以做到这个保释呢 这样 不担保 保释到的 不担保你做了这个保释条件 其实黎智英 这个case 现在的律政司 都是窮追猛打 是的 今天 正式向法院提出了文件 就 说要 紧急聆讯 紧急到 即是他要去 中审法院 是 做这个 上诉 就是上诉 高等法院 李云腾法官 是 给黎智英的保释 他是 甚至 急到 想公众假期开庭 这个我觉得是荒谬的 反过来就行 反过来就行 反过来 譬如你无理把人拘押 我要拿人生保护令去救一个人 我就可以叫法庭 尽快开庭 现在他放了回家 是 你有上诉权 七日之内你上诉 但是你说不行 我现在还要申请 临时命令 要求 是等候 上诉 处理上诉期间 法庭不是说 你说什么时候审 是什么时候审的 等候上诉期间 都要再度激压 黎智英 提出的要求 几百度 又要 差不多上天明天开庭 即是假日 公众假期要立即开庭 那么 现在 法庭就排了下个星期二 是29日 就会开庭处理了 即是29日之前 法庭就不会理 不会理律政司 正义怀的要求 说要给他临时 临时命令 要他等候上诉期间 都要再 激压黎智英 但是应该 29日那天 就会处理了 那个 究竟是否 给他保释 那个 申请 我估计 即日 会作为裁决 因为如果 你说不是 那你要审计 两件事 第一 你要审计 是否给他保释 第二 你要审计 是否还未宣判 他保释的期间 先要颁一张 临时命令 是将他拿回去 赤柱 拿回去 收押所 那是否 其实很多余 很多余的 这件事 他在家里等 和他在 收押所等 分别 在于什么 多给他两天 三 多给他一个星期 在家里 分别在于什么 何况我觉得 律政司上诉得值的机会 是很小的 因为已经去到 这么严慌的条件 你能够提出的原因 就是怕他走路而已 那 难道又说 再加钱 或者真的 一天报到七次 好不好 出完了 回去 每两个钟头 报到一次好不好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就是了 在家里 反正在24小时 在家里 再报到两次 就去了街上 游车渴 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 我最担心的 不是 终审法院会否决 就是 会取消 高院给黎智英的保释 而是 我们这个特需政府 这个律政司 他真的还有一招 这招 杀手柬 可能最后 如果终审法院 都拒绝 要把黎智英收押 就是继续批准他的保释 而 律政司 或者是 港共 真的有一个死命令 是 不可以放生 黎智英 放他回家等審 等一年 都叫做放生 那 他其实还有一招 这招 就是 国安法 根据 国安法第55条 经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 即是 律政司 或者 林郑 或者 駐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即大陆 放在香港 那对国安的 专队 提出 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那个step 是要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 就可以由 駐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 行使管轻权 重点就是在 行使管轻权这五个字 即是说 如果 林郑举手 郑若举手 好 而中央政府批准的话 黎智英这宗案 是可以完全 架空了香港的法院 包括终审法院 即是终审法院的判决 是无效的 而将整宗案的权 放在 国安署的手上 当然下一步 更严重一点的 就是送中 送中审 送中审 回到大陆审 那就已经不存在 准不准他 保释回家 这个问题 当然 要启动第55条 有条件 就是有三个情况 要在那三个情况里面 随便一个情况 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才可以 将法院的审核权 取消 交回去 国安公署 国安公署 全权处理 全权处理 第一个情况是 案件涉及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车 确有困难的 我觉得 如果他们真的要用到最后这招 杀手间 法庭也信不过 香港法庭也信不过 要把他拿走 由国安署处理 其实由国安署处理的意思 下一步就是拿回大陆审 国安署自己怎么处理 他又不是一个法院 黎智英这件案 国安署就是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制裁香港和中国政府 要求外国 可以拗 是不是这个案件 符合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车 确有困难 拗这个问题 不是和香港的法庭拗 是报请中央人民政府 政府同意就可以了 第二个情况 是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 这个本身的意思 其实是说 香港自己很乱 香港政府自己都处理不来 第三个条件 就是出现国家安全 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 这个可能已经打仗了 香港已经 一个很大规模的暴劣 法庭也开不了 那就会送中 这些二三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就是 整个香港特区政府都废了武功 可能法院都废了武功 才会出现 第一 可圈可点 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车权 确有困难的 那当然 我们当然不是说 哎呀 那不要补权了 就是继续在这个 总好过这个送中啊 那又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 就是 到时发生了 你逼他的 你法院都不支持 这个 国安法 搞到 法院都顺不过了 就要送中处理了 这样 现在其实整个国安法 黎世英这个案件 就是第一宗是国安法可以保释的案 而 高院也作了一个可以保释的申请 那去到 中审法院 又要找国安指定法官了 到时我真的不知道 中审法院哪个是国安指定法官 马道立是不是国安指定法官 可以 那 当然我们要等这个29号的情况 我想说就是 虽然 在说这些保释条件 是严可 是科克 但是 是 黎智英的选择来的 律政司也是反对的 律政司在这些严可的条件 都不想给他保释 都要窮追猛打 赶尽杀绝 告到终审 还说希望收回他进去赤柱 等开庭 等审 你就见到 这个黎智英 肥佬黎是他们 打击 头号 打击的对象 这条国安法可以怎么玩 如何参与禁匾 在 黎生的这宗案里 应该我们可以见到 很多的情况 今天 林卓廷也有打电话给我 我和林卓廷也有讨论 其实我和林卓廷也有讨论 他就说 关心快笔的情况 问快笔有没有留意 黎智英的案件 提出了这么多 的 保释条件 他说如果 他想帮忙 何俊仁都很乐意去 黎智英 黎智英 都很乐意去黎智英所探讨快笔 和他谈 我多谢 多谢 仁哥 和林卓廷的关心 我们的律师团队 其实现在都在谈 如何帮快笔 如果有需要 我们都会问 他们的意见 不过 大家放心 其实黎智英的律师团队 其中一个律师 都是快笔的律师 所以我们很清楚 整个过程是如何 现在 都未曾坐在一起 和快笔去谈谈 未来的策略是如何 本来之前 我们就觉得 就算是盘书 都值得去试 就当是一个抗争 但今次 如果说 原来 给资金 自己开个架口 开得够高 法官可能会批准 那 就 再想吧 那 回家坐 真的叫做坐监 回家坐 都是 好过在荔枝角坐 起码他见到忌廉 见到家人 见到母亲 每天都可以见到 其实 不知道 要收押多久 不知道之后判刑多久 就算黎智英 现在出了几天 他早 就算大家烈事 回到入去 都是好事 就是 都 都是叫做出过来 本来我们打定输数 就是人说 很幸福 我们永世 都 出不回来 这样 好 说回快必 还有点 快必 很努力去写字 每个月 两支原子笔真的不够用 他就希望可以和福利官反映 批多一支 不单只为自己 他是为所有在囚人士的福利 那就难了 即是你要改变他的制度 即是由两支笔一个月 变成三支笔 人人三支笔 你去打官司 其实我也有个建议给快必 我经常叫他 你入合颜色笔 即是他们可以入画枝 入合颜色笔 颜色笔 如果你真的那两支原子笔 用完了 即是不用看着 那半寸墨水 他心里在路 不舍得用 很忐忑 起码 如果你用颜色笔 你可以用黑色 用蓝色笔 只要先写字 即是自己写文 先顶住 对不对 还有 之前我们说过 快必 头生了一些瘡 现在结了一招 只剩下两支 不过他上唇中间 以前天气转 都会生唇瘡 虽然他有润唇膏 但不是很帮助 说到这里 我想回应一件事 其实很多朋友就很关心快必 就说 哪一支药膏可以帮他 他之前说腰痛 有些人建议他用一支日本的药膏 或者 生瘡的药膏 润膏 这些所有都谢谢大家 但不是说你 你选了哪一支药膏好 哪一支护肤品好 就可以进入 给一些囚友的 程教署的规矩 就很清楚 是 他是要限制什么牌子 什么尺寸都限制的 譬如潤膏 他是限制那一支 人人都要用那一支 不是说 我有一些日本的 我有一些欧洲的 可以入给他 有些人说 寄去 人民力量总部 叫我们寄进去 是不行的 所以有些 日本记者来探他 买水果 是不行的 我们不可以自己 哪一支零食好吃 哪一样东西好 哪一支药膏好 哪一支润膏好 哪一支润唇膏好 入给他 不行的 谢谢大家 如果他能够 保释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他用那些东西 是限制哪个牌子 哪个型号 不是说大家介绍 哪一支药酒 哪一支药油 那些给他的 大家清楚了 不是说 我们不想去 帮快必 或者不接受大家的好意 但是做不到 之前快必说 他的鄰居 陆陆陆续续走 这两天 又有三个新鄰居 但是他说 看他的样子 像黑镜 快必说 每次经过他们的仓 都会 瞇瞎他们 圣诞节 我也收到很多圣诞卡 但是快必说 程教那些邮件 应该是大塞车 所以他只收到一张 只收到一张 Mary 寄给他的圣诞卡 他要多谢这个寒冬送暖 非常感谢 他亲人在芝加哥 寄了圣诞卡 香港都已经寄了 我也收到 但是 他还未收到 还未进去 最后快必说 他写了几篇 是张林奇的广章 直接当自己是牧师 那些广章有宗教传统 又贴近社会现况 非常贴地 叫大家不要错过 可以用 他们都非常支持快必 快必也很感谢他们的支持 快必说他有心理准备 会坐以年计的文字玉 两位牧师说 会继续为快必去讨告 快必多年来 一直都有参与 张大卫牧师的 露小教会的街头崇拜 挑战和对抗教会的不宜 每年还一定会搞 圣诞报佳音 可惜今年 包括是疫情 以及现在的政治形势 以及他失去了自由 就未能够继续去做 往年他能够做的 就是圣诞报佳音 或者他们叫做报哀音的活动 快必说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 没有办法 快必有听声音机 他的资讯非常更新 对于中共打算是DQ区议员 快必也有他的看法 他也是悲观 即是说DQ人数 应该都不会太少了 即是不会是几个那么少 会是很大规模的 其实今早 我在D100主持风波旅的茶杯 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DQ四个 即是上一次参加 9月立法会选举的现任区议员 又被选举主任DQ了 用回同一条方法 同一套逻辑 去DQ他人大班的决定 跟着特区政府去执行 他们立即就丧失议员资格 执包袱走 这个我是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同意 即是 他同样的板斧可以 是这样用来去对付 一些已经失去了 立法会参选资格 为什么会失去立法会参选资格呢? 就是选举主任不信任他 拥护基本法效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 所以 当人大做了决定 就会 DQ 那四位朋友 其实四位里面 有三位我都认识 包括 郑达鸿 郑达鸿 袁家蔚 岑武辉 还有梁芳 梁芳 其实 就算人大不做这个决定 特区政府 都可以去法院提告 去取消议员资格 好像当年DQ6 就是说他们遗世 那当然 现在就丑印 就是人大做了 就是人大办的决定 就是人大办的决定 跟着特区政府 就是扮认 没有啊 我是执行人大的决定 就是不能选择的 但是 如果不是 只是DQ这四个 曾经参与立法会选举 而被取消候选人资格的 区议员朋友 要把网 要把大屠杀 是屠杀更多的人 他怎么都要有一个程序 譬如你说用一个宣誓 今天我们讨论过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好 全部区议员来宣一次誓 宣完誓之后 就 就以那些区议员过去做过的一些行为 就说他不拥护基本法 不爱国 不效忠特别行政区 就安插这些罪名 下去给他 就将他去DQ 但是 都要有人去做这个检验才行 因为DQ四上一次不需要有任何检验 因为选举主任已经做了那个判断 我不叫做裁决 那个判断 那么 跟回那个判断去执行 但是如果你要DQ多过这个数字 是 下刀一定要有人去下刀才行 那是怎样下刀呢 其实我现在也是想象不到的 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的创意真的不够人大 不够中共 它是什么 它是可以超越了 逻辑 道理 常理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 那个心理准备 或者实际行动上的准备 的而且确是要做的 快一点 它是说 当大规模的DQ 真的发生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是面对现实 不要再想着有险可守 或者区议会 在体制内的抗争 仍然是可以去做到 到时呢 就是快必的意见 清醒的选民 就要去投白票表达不满 我想快必的想象就是 要是未来 DQ完之后 未来 如果要再选 再参选 可能都不让你参选 那不让你参选的时候 两个做法而已 要是不断找Pan B Pan C 找到他没有藉口DQ你 真的那些真数人 没有人认识 大家都不认识 没有DQ你为止 要是宣布 这个 是假民主 是一个议会 假选举 去杯葛 这个一定会是 到时又会产生一些 争论 甚至 现在说 譬如杀了100个 究竟那200多个 是否 坐定定 去做 到时 都会有人有不同意见 在这个阶段 我就不想 去 挑起这个意见的 冲突 但大家 都是可以 表达你们的意见 不过最后 都是五五波 好像上次 我们立法会 究竟是延不延任 还是杯葛 还是串土必争 都会跌入 这个争论里面 我的做法 就是 我都不会很强烈 批评别人 所选择的路线 但是 反过来 大家互相 都不要 攻击得那么厉害 我们就习惯了 现在 我们讲白票 讲起白票 当年 我觉得 曾俊华和林郑 选特首的时候 我们也是投白票 有人反对白票运动 把我们说成白票党 帮助林郑 或者令共产党更开心 但我相信 越来越多人 今时会明白 这件事情 即是明白 总词 杯葛 甚至是白票运动 不可以一句 即是说 这个就是帮助敌人 即是投降 未来的时间 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讨论 现在看看 是否真的如全然所说 言之作作 来势匈匈匈 在星期六 人大常委闭幕 就会颁布 一个决议 我经常说 这个决议 如何执行 如何发生 仍然是 是有一个过程 即是 人大不会颁布 一些名字出来 好 ABC EFG 去到100 这100个人要起床 是不会这样做的 它只会 讲一些条件 原则 跟着 特区政府 你要有人 去做个屠夫 要做这个势子手 去说 你你你你你 你做过什么 什么 曾经签过哪个声明 开过哪个记者会 所以 就等于 是 不符合这些原则 所以就要 爽失资格 这样 这个过程 本来应该是 一个法庭的过程 由法官去做 判断 但 当然 人大出手 就不会 给个角色 给法官的了 就一定会指定 教你 怎样去做 怎样去杀 怎样落刀 但是 这件事 不是没有代价的 我想和北京也好 和特区政府也好 你们不要以为 杀得这么开心 香港人 或者全世界 其实都 都看着 你不可以自说自话 就是说 香港有民主选举 你是将一个 由全民去选出来的议会 是将 选举结果 去删改 这是一个 政变 不过是 政权 所策动的 政变 将人民 选举结果 去改变 我希望 市民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 说回快必的 生活 浴宗的生活 他之前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被热水路坏了 昨天终于整理好了 所以 都不要说成交署 不要说 几年工程署 没有效率 整理好了 都说 都算有人成为 那 这个是他听说的 他说到正式定了 囚禁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疏忽 不是担保 你 是每晚都够 热水洗澡的 快必 他说做好心理准备 就说 会练大隻 冲动水 冲动水去练 只是比拼一下 看看哪个 哪个 成绩好些 在囚的生活 都可以说 枯燥无聊 所以 饮食 都是他关注的 一个课题 他说 昨晚吃了口碎鸡 很好 很好 还加了一杯 没有酒精的啤酒 这些是蜜汁 我都喝过 在齋铺也喝过 那些蜜汁 我啤酒都不喝 所以我也不会喜欢 喝蜜汁 他就算是节日 是 对自己好些 那么 很多人关心快必 就问快必 什么时候会再做 这个保释申请 过去 我们 就说 我们是想看两宗的保释 一宗就是周庭的保释 另一宗就是 肥佬黎黎智英的保释上诉 周庭的保释就失败了 法官说是以警校友 黎智英本来 因应他那宗行骗罪的保释 就排了上周二做的 但是 林保释之前 即保释上诉 去高院上诉之前 又告他一条 国安法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 所以呢 那天的保释 就没有去做 因为做了那宗保释 都走不了 就排了期 今天做保释 今天 黎智英的保释 成败 其实就会令到 快必 去计划他的保释 的申请 今天大家已经知道 结果 就是 黎先生是可以 成功保释 回家 所以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快必的保释 申请也会 尽快 尽快 尽快去 去进行 这次黎智英的保释 有人就说 这个也 不是叫准保释 是叫做 变相 软禁 在家里坐牢 老实说 我们先看看 那些保释条件 之后再说 再分析这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天价的保释金 一千万现金的保释 再加三十万人士保释 每人十万 包括陈日君书记 何俊仁 和吴明德 三位朋友 三十万 每人十万保释 这个已经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到 那当然你说 如果要他一百几十万 这些湿湿碎 对于一个 富翁来说 那所以 加到一百万 一千万 就是说少于零 第二个就是 保释期间 不可以再请求外国制裁 封锁 香港或者中国 这个其实不会做 这个本身 是违反国安法的 7月1日之后 谁做都会死的 就算你没有这个保释条件 黎智英都不会 是去再做这件事 要他再做这件事 那 给你知道的 那是多一条嘴 那当然你说 他 暗地里写信 去叫人行不行 那你 你不知道 就没得说 你知道 你也是会拘捕他的 好 第三样 就是不可以接受访问 包括电视 电台 网上的访问 都不行 第四样 是不可以写文章 不可以 包括 纸本 即是报纸、杂志 或者网上都不行 第五样 就是 不可以在社交网络发文 即是不可以出post twitter 和其他所有的社交网络 都不行 那 这三个 其实这三个 保释条件 有很多人觉得很重 其实 亦都以前是未发生过 因为 反过来说 就算坐牢的人 他都可以写文章 都可以发表文章 都可以接受访问 当然好像快必 有些记者进来 和他聊天 或者 用书信去做访问 但是现在黎智英 是不可以做任何访问 不可以发表任何文章 不可以在社交网络 那里去出post 就算你说 比如我 每天和黎智英聊天 好像最快消息 每晚这样说 理论上 都是不行的 即是说 那个自由 在言论自由 或者表达自由上面 是比坐牢更紧 当然还有 第六 就是不可以离开住所 除了去法庭认讯 和去猜馆报导 是不可以离开家 在家 那报导呢 一个礼拜要三次 我觉得 其实你都不用离开家了 那你需要他三次报导呢 你是不是怕他在家里面 忽然间有个地窿 走了 有个隧道走了 然后人间蒸发 所以 报导三次就稳定了 是吧 当然有些人 他是每天都要去猜馆报导的 我知道有些 有些重序的 朋友 当然现在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去到 要每天报导呢 他不如不让你保释 但是 如果你都不让他 平时都不让他离开家 你都没有什么 得监视他 那 那 需要每日 就是一个礼拜三次 一个礼拜一次 其实那个分别 都不是很大 那 有些人就说 其实呢 这个警察都不用 不用那么担心 就是 除了警方是很关心 黎智英会不会 他有什么医抑之外呢 你知道有些保管 他的死敌 都很关心 他一定 长住 多名记者 黎智英家 每天 谁进过去 出过来呢 都会写报告 就是会见报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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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或者DOJ 不用担心 好 第七 就是不准来香港 这个当然了 就是passport 那些全部 全部 扣了 有人就说 这些条件是非常之苛刻的 当然是 我觉得是史上 最苛刻的 这个 条件 差在没有 说要安装 24小时 在家看着你 就是随时 sir 按开 那个几号镜头 就要见到你肥佬黎 在厅 还是在房间 还是怎么样 差在这个 还没有的 其他全部 不准访问 不准写文 不准出post 这个 已经是所有的表达 自由都没有了 当然是有人批评我可可的 但是 公道点说 当然是保释了出来 好过在 呈教的收拾所里面 保释了出来 你说在家里坐牢 等于变成家里坐牢 但是那叫做家企 家企你喜欢什么时候睡 什么时候睡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起床 可以见到家人 见到亲戚朋友 朋友又可以来探你 可以看书 可以听歌 看电视 上网 写文章 这些都可以 当然可以写不可以发表 那 家企始终给承教 承教所是好 一千倍 一百倍 所以 这个 这个保释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很高兴 黎生高兴的 那 但是呢 这件事 是律政司 现在都是 是要窮追猛打 是说要上诉 律政司 甚至要求到 是 高院 是继续 将黎智英收押 是 等 等他们上诉 去终審法院 去反对这个保释 那么他还引了这个终審法院 条例出来 但是最后 法官是拒绝了 当然 律政司现在可以继续 在这七天内 去终審法院 是上诉 就是说 高院给这个保释是错的 不对的 那么 他就要 要上诉 要推翻这个 保释的批准 就将他 拉回去 收下锁 拉回去 赤柱那里坐 当然他是有权地做 但是 这个是 很少发生这些事 所以今天 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些无所适从 哈? 不准 法庭批了保 又说 要上诉 但是上诉 不是立刻上诉 可以立刻上诉的吗? 那你上诉 都要 要排期再上诉的 你有权 叫法庭 不放他住的吗? 那么大家 那几个钟头 其实都是很 不是很知道 究竟法理基础是 是怎样的 就是 法庭 那一剎那 都不是很清晰 所以要休庭 就是等 四点钟再开庭 去处理这个 叫做律政司 反对保释 申请 这个 提案 因为过去 不会这样发生的 就是我看历史上 你数不数到 当高院批准了保释 而 律政司反对 要上诉到终审 然后终审 又推翻高院的 那个 那个保释 是 看不到 过去真的很少 可以有这些情况 还有 现在的所有的保释条件 就是加上 如果它是 运作到的 那如果运作不到 它 禁止了这些保释条件 就再拉回它 这样 已经可以 预防 你们说的 就是对方说的 会潜逃啊 或者会再犯啊 那些问题的 那 那 但是 有的人说 为什么会发生呢 这样 这个 高院的国安法指定法官 李运腾 是不是一个 正常一点的法官 就是说 是不是遇到一个正常一点的法官 还是背后有什么玄机 说得到 不是黎智英和特区说得到 可能是中美说得到 这样 就是 减低少少政治压力 就让他回家等審 这个差很远啊 他4月16日才再提讯啊 提讯 提讯 提讯都未曾真审 我们估计是 2022年才坚审啊 那你说你在家里等 好啊 还是在 荔枝角也好 赤柱也好 等 问是人 都知道 在哪里等好 在自己家里等好 当然 现在的建制派 都在攻击那个法官 就是 就是 这个 治国安法如无物啊 就是 放生 黎智英 那怎么叫放生 已经是 屈了这么多条罪 到他那里 现在 程序上 用到最 史上最苛刻的保释条件 让他回家等审 那样 他都 走到哪里 是不是外星人来 拯救 黎智英 或者有 徐厌门 可以让他去到某地方 那样呢 我就不去猜测 究竟 背后有什么故事 究竟 是真的 官比较正常 还是 背后 有些计算啊 有些交易啊 这样 但是这个案子的确对快必的保释申请 是有一些 就是 啟示作用的 就是过去 我们都说 如果快必可以保释 那对方就说他会再犯 但是如果你交到保释条件 譬如 不准开街站 不准做网台节目 甚至是 访问 写文章 玩Facebook 玩Twitter 都不准 简直他是比现在安全 在收压所里面 现在他在收压所里面 他都可以说些东西给我们听 或者写些东西给我们听 我们现在可以帮他这样 最快消息地说出来 但是如果保释了 保释了出来 真的加了一堆这些 这么康克的条件呢 是连说这些东西 就是每天 就是 站在窗口里面 大家就去看看他 这样 对于快必来说 我们都会尝试 我们会尽快 我们今天都跟律师去谈过 就是 去做一个 保释申请 当然 从我们的角度就是 喂 不应该未审 先坐牢 应该 有公平的审讯 审完 判几场 就到时去复赢 这样 因为现在未审先坐 九个月是不公义的 但是 控方就会说 没有 没有 改变 没有 案件的案情 没有什么新发展 没有什么改变 为什么要改变保释条件 就是 由不准保 变准保 到时 看看是否要预遇 李运腾 高院 高院的 指定法官 也好 至少避过了 那个Maggie潘 即是上次那个潘敏奇 即是 不给快必保 那个 他一个 黎智英 都给保 但是 不知道 也没得猜 也没得用常理猜测 可能 给完黎智英保 之后 又 万箭穿心 这样 连国安指定法官 都被人等 没得做 这样也不定 所以 什么事都 可以发生 当然我们再一次 多谢大家 对法必的关注 其实快必 是 对于保释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 很平常心的了 即是 会做 在程序上会做 尽做 但是对于 能不能够保到 不会像以前那样 坦剔 就是 最惨的就是 坦剔 就是说 15-16 保不保得到 保不保得到 有一盆冷水 如果他真的可以 调节的心态 是预备不了 但是整个保释的申请 在法庭上 就算 跟律政司的对战 都是一个 抗争 都是给全世界 给全香港人 看到的 一个抗争过程 到时 他怎么判 给 与不给 其实 都是放在大家 大家的眼前 是不影响 快必自己的情绪 上落 我觉得是OK的 即是 我们的法律团队 也会再尝试 帮他去高院 做这个保释申请 当然 大家是 希望 有好的消息 如果现在 提出申请 如果 成功 应该可以过年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就可以帮快必去祈祷 那 但是 什么事都发生 究竟 肥罗尼会不会 七天之后 又中审法院 将他收回 收回 折腾一段时间 不知道 香港的法治究竟是如何 是凭彩数 凭运气 抽到一个官 或者那个官那天 心情好些 就令你 又得保释 还是 那个官如果明天 又受多些压力 你又不得保释 这个都 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 那些理据 其实都很清楚 我们说过很多次 大家都 很浅 说来说去 其实都是那几个 几个大原则 你的官 拜 与不拜 就成为了他可不可以 保释的 那个决定条件 那 在此再 一次多谢大家 对发表关心 多谢大家收看 每晚的 最快消息 那我们明天 平安夜 明晚平安夜再见 拜拜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